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只能说挺笨的 我们跟大家阐述这种生命的真实的含义在里面 就是说 看我节目的朋友本身 你同样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见证 是一个过程 是个见证 我们谈到这些事情都是从生命的角度去跟大家谈过的 就像其实《风神演义》里面我们讲的故事 同样是这个角度讲的 所以我才说 没有 从来没听过 那我个人也是听《善田方》啊 袁阔城啊 那时候什么《岳飞传》啊 《三峡五义》啊 《杨家将》听这些故事听过来的 那这些故事呢 就我个人现在讲来讲 我敢讲 他们完全讲不出来 两回事的 那我也不能说 我过以后大家讲完之后 我还能照着这原本讲 我根本讲不出来 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生命的展现 早晨在拍《金日点击》的时候 曾经阐述过一故事 我说 如果你觉得不相信 这些东西不相信 王林 我说句难听话 那王林 那有些人不买他的账 我觉得你不买账 人马云都给送给他大金门 你有什么不买账的 李连杰十一岁就在十大海体销练武术 他练八计 他练了一段八计 然后那排在什么一代宋师里头 采访过那谁 王家 王家洛 王家什么呀 我看 采访过他的师父 李连杰的师父 吴斌 那个人可能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那他们自己也有所追求 也想练这连拿 对吧 他在吴斌身上 他住在吴斌家里头 他也没得到什么 因为吴斌本身 他就是个故事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挺有趣的 在一代宗师的电影里头 张震演的角色是八计 八计全 八计全不是吴斌的 是李连杰另外的一个老师姓王 这个人老早就没了 七几年就没了 结果我就没明白 因为这个王家什么来的 那个香港的拍的一代宗师里头 他怎么会用了八计全 那我就不知道 他采访过吴斌 吴斌跟这个姓王的 这个李连杰的老师都是在 时代还啼笑 1973年 李连杰他们随着周恩来 到访过非洲四国 1973年 大概是1973年 回来 那个姓王的老师就没了 死了 得的舌癌 我跟大家讲的故事 就是说 哎呀 那个东西很熟了 这些人很有名 不过如此吧 对不对 不过如此 这个你问他自个儿 我李连杰肯定知道 他住的那个吴斌家里头 跟那个姓王的老师 是前后院 那这些人 为什么去信王林的 所以王林没什么别的本事 他就能手里玩蛇 手里玩蛇 我说句难听话 谁跟他亲近 谁就跟蛇搭上口 你现在 那这些人是有名的 那多少女演员 跟王林照相啊 对不对 王林那么大岁数 穿一个裤衩 大老爷们穿裤衩 也不洗干净了 还那种裤衩 那女人就在他边上照相 你到石大海边上 后海那儿出个老爷们穿个裤衩 你旁边跟女人照相 你说我跟你照个相 他不把你当流氓抓起来 那那些女演员 不是人家的媳妇 也是人女朋友 或者是谁的妈 他就跟旁边老爷们穿一裤衩 赞不溜秋就这样照 他就愿意照 你说他为什么照 他为什么愿意照 那他人家也不是说 是一个女演员 都手里揭腹 揣腹牌 得谁跟谁来 那不可能 对不对 那有些人很有名 他也确实 你看他的作品 他拍摄一些东西 他有他的品质 那他为什么当时还跟他去照 你别一棒打死 一言以蔽之 王林能身上瞪出条蛇来 那些女的 那些女的跟他照相的时候 就像他手里钻条蛇一样 就听他的 一样的 什么这附体那附体 附体出来什么样 你见过吗 对吧 道理一样的 就像习近平 你说他背后有没有东西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为什么做出这种荒谬的事 提出这种荒谬的要求 背后的东西不是人 我讲的是这意思 这都是我们眼前的事 马云现在替他在饶世界发口罩 他可能现在没啥事了 那王民都死了 那个后那个蛇也就可能就没了 但当时就保不齐 这个东西不是不一定是老在那的 那个不一定的 还都是活物的 对不对 就该别举别的那一举 就不好 不好了 我跟大家说这意思就是 传统的修行的东西 人的生命的东西 是中国人的传统 今天他讲过半天 都是共产党把人毁了 对吧 他马云无外乎装容作哑 他为了活命 他现在就这么做 对不对 他习近平也是装容作哑 他们为了自己的那个 非要那个屁股定在那儿 所以那陈云自己 陈云叫陈什么 陈平自己讲的也听说 共产党无所谓 但他们想要这个制度 要这个财产 要这个钱 要这个环境 这是我想 这是今天中国人 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节目中 想借助这样的时间 流动的时间 是唤醒大家 换个角度 看这些疫情 那他们表现出来 这是相当丑陋的 这是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是原来 南斯拉夫解体之后 他的主要的继承国 塞尔维亚 大概习近平送了点口罩 送什么东西 然后塞尔维亚的 是不是还是在贝尔戈莱德 我就不知道 他首都 就贴上大广告牌 这就是政治广告牌 对不对 谢谢习大大 谢谢您习大哥 叫大哥了 你叫大哥 叫大哥了 然后呢 他就出了个笑话 出什么笑话 塞尔维亚的总统 去说 去亲了中共国的国旗 后来他亲完之后呢 就出事了 这是10号 塞尔维亚总统儿子确诊 到底是咋感染上了 原因很心疼 疼你个大头鬼 他去亲去了 就感染上了 就这么 在我眼前里就这么回事 人 没跟你说吧 人他会吹牛皮 吹出一大堆理由来 但是 在西班牙 西班牙的首相 家里面出了个事 西班牙的首相的老婆 丈母娘 爹 妹妹 就是西班牙首相的全家 全感染了 西班牙首相没事 西班牙的 他是国王吗 国王里面的家里面 有一些人感染 但死了一个 死的那个叫红色公主 那红色公主要在西班牙 进行共产主义社会 他就死了 那你说 这屋里全有 那一家子全都感染上 他没事 连他老婆都那样 他没事 还有一个人说 在家 就刚刚等在家禁闭了 三个星期 十四个星期 谁都没接触 跟这个女的 他跟先生什么 全分开了 吃饭是什么 deliver是怎么的 他就感染了 他又怎么也想不通 因为按照他的规矩 他全都按照那规矩做 而且做得非常好 然后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 他外卖是干嘛 人家那外卖大概把那东西送到屋里来 他就感染了 胡说 那那送外卖 他就只能生活 他得感染多少 对不对 那西班牙国王 西班牙的首相 老婆孩子都没事 都住在一屋里头 就他都有事 就他没事 那哪是那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人不想 不改变想法 那他就这样 这是个笑话 这是个故事 而这个笑话跟故事 对很多人来讲 就当成是真的 对吧 当成是真的 他不能转变想法 而中共所采取的一切 包括这个 都是欺骗了 人说塞尔维亚总统 人家怎么会欺骗 WHO 他怎么会欺骗 对不对 用钱买掉个人 没有什么的 这很简单的 中共国给WHO 才给4千万 4千5百万 美国人给4.5亿 他不听美国的 他听中国 那当然了 他给4千5百万 给那爷们20万美金 这个美国给了4.5亿 一分钱都不给 你想去这个 想在纽约上班去到 WHO是这个联合国下面的组织吗 想上联合国上班 你坐地铁 你得掏钱 费什么话 那你人家当然 替中共国说话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那没 这很简单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欺骗 而且只是买人 买肉 他买掉肉 这是今天习近平的做法 对里对外 都是这么做的 北京战出了段 大家好 我是石超 2020年 鼠年 我们与武汉肺炎 非典2.0 不期而遇 现实的一切 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 再次重现了 两千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 而遭遇过的 大瘟疫的犀礼 订阅石超的声音 石超radio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性 生命 完全是一种 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 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 这历史的事实 和新闻的展现 点击下面的链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 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 你只要订阅石超声音 那石超每天 所制作的五个 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 和无人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的 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超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 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 对石超的支持 这是17个小时之前拍的 传上来的 那我就说不好 是什么时间拍的 但里面讲的和镜头呢 是北京西客栈 这个西边门啊 西边门 再往那边一点吧 北京西客栈 很典型的 有人说出来 这个具体的地方 五万五千人 武汉人 来了 这个镜头 这是北京西客栈 建北京西客栈的时候 我还没离开北京的 所以一看就知道 那个房顶曾经漏过 房顶被刮过 漏过雨什么的 北京西客栈 北京西客栈那个尖 因为太高了 后来到了二零零几年 零二年零三年 在八一湖建的世纪谈 你看他现在不谈世纪谈了 世纪谈是当初这个江泽民建的 原因就是说江泽民 2002年他下台 胡耀邦胡锦涛上台 他想保住他的什么东西 结果那个人叫李红军 叫李什么 后来这个人听不着了 这个人据说去了台湾 后来就不知道了 就像旁边的 我们后来说的王林 就有点像这种人 给他出的主意 说北京城 那个西北高 东南低 你不能在南城那儿 建这么个东西 你在南城建这么个东西 就把北京风水破了 就那个尖太高了 结果他就建了个世纪城 你到如果那个叫世纪谈 你上世纪谈你看看 那条路 世纪谈那个谈尖上 如果你站在那儿看 你直接看到那个尖 压住了西克战的尖 所以有人说你 石超你说的是迷信 见过傻蛋的 没见过这么大傻蛋 然后他江泽民把天门广场那旗杆 修了 往上拔了 我忘了他拔高多少 那个给他出主意那个人 那个人没了 那个时候在北京好像练气功的里头 多少有点名啊 就什么张张张 就有那么几个人了 玩这玩玩那个 听过这些故事 你现在我们就不知道 现在都是想要有科学 这东西叫科学吗 他们家世纪谈叫科学吗 神经病 那个那个世纪谈 他08间奥运会 他获得成功的时候 就是投票最后他成功的时候 江泽民带着他们都跑到世纪谈那庆祝的 你查查当时资料 那个他是这么来的 没一个不信鬼不信魔不信妖 都想自己成神仙 但都是妖怪 都是妖怪 哎 你大家看 这是在西客站的边上 有人查到说是地级停车场 这我就不知道 我没去过 这停的都是打bus 那那个那个穿的衣服都穿的防护服 所以刚才那个背景 人家是北京人 就说了 五万五千 五万五千的湖北人 武汉人来了 大家别出门了 这如果是刚刚拍的 就是现在 边上有警车什么都有了 北京西客站 中南海要弄成万人坑了 湖北返京的 根据各地区进行分配 各区线用大bus给他拉走 然后集中隔离 这是西客站近邻的 邮政大炉的第二停车场 第二停车场在路面 第一停车场在地下 人家解释是蛮清楚的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统一的行动 因为bus什么都是统一的 隔离费自理 在家里隔离的 只要家里来一个湖北人 全家被封杀 直接送中南海不就完了吗 应该直接隔离 说起来有点害怕 后面需要真相 一直都在爆发的 谁面子这么大 摆这么大阵势 不知道 确实是 他为什么要摆这么大阵势 想不出来 中共加油 恢复经济手段之一 拉到宾馆 让你掏钱 那宾馆就没事了 对 旅游受到沉重打击吗 这些哥们想知道说 哎呀 这穿翻一步来 这到底是哪的 是不是在北京 什么时候拍的 是不是另外一次大爆发 这个人写英文的 这就传出去了 有人给他翻了 说这是哪哪哪 如果没人知道这是什么 只有上帝跟魔鬼 分流武汉人到各社区 西克站 北京站麻烦了 这是西克站 有人说开两会 不好说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那这篇文章 我们刚才分享了一段 这是CNN的一篇文章 他是攻击川普的 这是没错 那我们只是说呢 在他的攻击川普里面 他里面确实揭示了川普本身 在面对习近平的做法中 他被习近平骗了 我上期节目讲了 1月3号他就拿到了汇报 这是华春莹自己讲的 他拿到了汇报 那份汇报资料 应该是被更改过的 所以川普没有拿到真实的 但是时间上比较早拿到 所以促成川普 就切断了跟中共国之间的 航空往来 他认为就足以应对了 因为疫情没有那么严重 这样的做法 促成了在客观的环境中 他的判断失误 他判断失误 是被习近平给骗了 习近平要挂大牌子 他没给挂 对不对 你在LA 旧金山 你在华春DC也摆个大牌子 对不对 谢谢你习大哥 习老弟 你还挂牌子不就没事了吗 他没挂牌子 没挂牌子 他就不干了 那习近平就一直在骗他 他呢就把习近平的话 当成真的了 所以他前面的 在疫情爆发后的 前一段的那一段 距离的时间里面 他一直 他确实是在说 没事 美国肯定没事 所以他就延缓了 他就耽误了时间 耽误了时间 当3月13号 他意识到出问题的时候 他已经完了 他如果在2月21号 或者28号 在美国第一个案例 在西雅图出现那一爷们 回武汉相亲去 老婆没想着 回来把病毒带回来 那一爷们出现之后 他立刻在美国境内 就是3月底 3月初 他是3月13号lock的 他如果2月底的时候 给lock住 那美国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美国 一些专家们提出来的说法 包括他的首席医师 他那个说法 出现了一些争论 所以网上说呢 川普在推文上 推了一些暗语 就是他想把首席医生的 那叫什么fancy 想给fair掉 给开除了 后来白宫今天特意批谣 说不会开除他 那个人在美国 当首席医师 病毒学专家 当了36年了 不是一年两年 那在这一次的疫情的 本身过程中 美国人非常接触他 百分之八十几到九十 认为他做得不错 所以他曾经说过 他说如果能够早一点 就是美国能够停摆 就是按照现在似的 给他lock了 会救很多人 那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是有那个道理 所以这是出现的一个争执 那作为反对川普的人呢 就攻击他了 就是川普失误了 那你从这一点上说 是这样 所以川普吃了个哑巴亏 他相信习近平 然后呢 起码在某个部分上 然后呢 确实让美国人付出了代价 现在死两万多人 总感染率可能奔五十万去了 奔六十万去了今天 但是呢 他在上面 筑成了一个平台 我们会有时间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筑成了一个平台 但是在高位上 他的死亡人数 每天依然超过一千五百人 但他相对来讲 就是没有再恶化了 按照以往的 我们看到的故事 比较典型的就是911 911 911 是在攻击完美国之后 美国的国策完全改变了 攻击完美国之后 美国增加了国土安全部 就是任何外国人 你到那去 除了像加拿大这样的 那稍微差一点 你都要拿 日本都得拿绿卡 他就另发一个卡 你有签证 但是他另发一个居住卡 有些是白的 有些是绿的 澳大利亚 只有加拿大 可能加拿大 我不知道墨西哥有没有 加拿大是不用拿卡 像澳大利亚 像日本 都得 台湾都得换一个白卡 白卡或绿 绿卡是落地签 白卡呢 就会给的时间长点 所以那个是不归海关管 当然操作是归海关管 但是他的上述单位 是国土安全部 那个是911之后 那911之后 也促成了美国人 去攻打伊拉克 攻打阿富汗战争 都是跟911 那才死了多少 两三千人 对不对 他死了两三千人 那性质恶劣攻击美国 美国改变国策 你现在几乎很多舆论是说 中共在攻击川普 攻击美国 造成两万多死亡 那川普呢 那西方舆论 他自己舆论也这么讲 是他的错误 美国人肯定会不敢 会跟共产党玩命 川普将美国人的性命 拱手让给了中共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冲击的标题 然后这段我们讲过了 对吧 那本来就耽误了中共拦疫情 结果现在呢 中共 美国又得依靠 中共国共鸣的这些防疫用品 所以这是一个令人实在难以接受 难以吃 难以 难以接受 对美国难以接受的现状 奥巴马时期曾经任国任职的 CNN的国家安全分析员 写了一篇评论 美国前线的防护设备器材告急 尤其是呼吸机 其实呢 呼吸机那东西它平常没用的时候 它是不用做那么多 还现在的问题是 那东西都到中国去做 川普商业抵裁 实施了国家生产法紧急权力 加紧生产N95 而当时美国已经死了 这个七千人 所以终于愿意采取行动了 至今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做应对 所以这就是人家攻击它的缘由 对吧 其实它已经尽它可能做了 只不过 只不过它的意识 就是它的概念停留在 它的精英的角度 那它的停留在精英的角度 遭到了美国精英的主体的打击 这就是CNN 民主党一类的东西 没有足够的防御用品 大家只能自己去找 纽约州州长 从中国获得了一千台呼吸机 捐赠的马云赠的 所以就是P&Long 它又订购了1.7万台呼吸机 NFH球队的 橄榄球队的新英格兰的老板 采购了大量口罩 那个口罩好像是马云给的 所以里面你都可以看到 这种笑话呢 就促使川普非常尴尬 一步错步步歪嘛 但是呢 我以为这同样是美国人 惊醒的过程 CNN是民主党 偏向共产党那一套 但是它在这个问题上呢 又直接谴责川普呢 把美国人的生命放在了 中国共产党手里 这是不能接受的 你看它就不是就是个醒悟的过程 而是个其实是 中共隐瞒疫情 正在从他们创造的危机中获利 是 中共明显利用 疫情推动经济政治宣传 它希望自己恢复经济 但是美国却没有足够的应对 这是打击川普人 共产党可以干预经济 控制贸易 国家需要 我们在过往的贸易战中见过了 例如政府采取什么样式 清官 同样的事情可以应用在大流行病中 中共有能力切断或暂缓物资出口 那美国人的性命 依赖这些 我们任由摆布 这个东西是 理论上是这样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 报道的本身就不负责任了 川普今天对中共 对这样的做法 不就是为了保证这种供应吗 那你去说 这样的打口 这是共产党宣传式的手法 就是他刚才上面讲都对 这个东西也对 但是当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出 就相当于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了 所以川普的难度也确实在这里 对吧 他没跟你说 就打击就是精英的一趟 让人们恢复对神的敬仰 这他很被动了 就中共病毒 还是武汉病毒 大家冒口水仗 美国人生命取决于中共的 有关的物资 那这些争议也就稍微停下来 中方深知道 川普的首要的任务是救美国人 如果美国人达到这个目标 就一定让中共高兴 不是的 他现在敢不敢给 他习近平敢不敢给 他习近平就得给 而中共的做法是利益式的 他没有生命的延续 对吧 这件事情在美国结束之后 美国就能力立刻就反击 所以这是写这篇文章的人 内心也相当肮脏和歹毒的 他从固定的利益点上去分析 但这个分析的本身 那他也明白你自己的做法 你自己的本身洗脑的一套 同样跟共产党是一样 在利益上看问题 所以这就是说 我说的意思 这个是个女的写这篇文章 她不善良 她不善良 她内心中恶 才会这么讲 中国不是唯一被中共国摆布的 各个国家在对抗大流行的时候 中国占上风 她说这是她利用这样的做法 在海内外进行宣传 全方位的宣布虚假程序 包括病毒来源 应对手法 川普等其他官员要尽一切努力 尽一切努力拯救美国人 同时要了解中共 严重依赖中共国的重要的负担 她认为可怕的现实是 政府一定把美国人的生命 交在中国人手里的胡说 所以这就是她恶 这是不好 今天交在美国人手里的不是她川普干的 那是你奥巴马干的 是你克林顿干的 是你们CNN干的 这就是倒打一把 所以但她的恶的这种做法呢 她如果恶的这种做法 你就看出了一个生命的真实 她在揭示着一个生命的真相 但是她在结论论点上 却去打击她利益上的需求 美国人很多也坏大 其实就是善恶之分别 很多人背后不是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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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